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要说当今语团最具灵气的女单选手 相信很多人溢入脑海的第一人就是戴茨尔 飘逸的球风 细腻的手法 以及天马行空的球路 这些极具个人特色的技术风格 也让他在女单赛场上独树一帜 相信只要看过小戴比赛的人 都一定会感叹他诡异的假动作 而实际上在过去的半年中 戴茨尔在比赛中减少了假动作的使用频率 技术上也在尝试着更为简洁有效 另外随着核心力量的提高 小戴的手法和步法的协调性问题得到了很大提高 所以从今年年初开始 小戴凭借着优异的表现 在国际语坛中保持着百分之百的胜率 并一直稳坐世界球后的位置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小戴的技术风格进行分析 相信熟悉小戴的球迷就一定知道他怪球手的名号 这种怪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他出神入化的假动作 其实仔细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 小戴的假动作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那就是跟球 也就是不在第一时间击球 在影拍时会有一个随球下沉的动作 在最后出球时才改变拍面角度 而这种跟球的特点会比一般的停顿更为逼真 而且类似于像这种勾对角在接触球时 还有一个身体和视线的假动作 所以实际效果也自然更具欺骗性 而这种特点在大多数的假动作中都有运用 而戴子影依靠这种迷惑性的假动作 来破坏对手启动 让对手无法准确做出预判 同时也难以顺畅地完成每一拍的连接 另外随着现金女单的速度加快 进攻频率也在逐步增多 所以自然会加强往前控制 所以戴子影在往前的办法 除了依靠细腻的手感之外 还依靠这种片的方式来找机会突击 可以说这一特点在全英赛 新加坡赛 马来赛都有很多这样的回合 那么除了假动作之外 戴子影的冠还体现在于 对于斜线球路的运用 这一点在和马林的比赛中 就较为明显了 我们都知道 马林的进攻能力强 速度快 尤其是前后的移动能力 更是非常突出 但戴子影的停顿推翻 以及斜线球路 让马林无法顺畅地完成 前后的进攻连贯 不得不在左右移动中 走走停停 也自然很难打出自己的节奏 再次负负 与较为运用 比赛还要打出自己的 跟台中尔比赛 比赛呢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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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除了这些特点之外 戴自颖相比于其他的女单选手 在力量上也有较大优势 这一点体现在反拍上 在去年的年中总决赛上 我们就采访国英达农 让她来评价戴自颖的技术 那么关于英达农所说的这一点 我们就在比赛中来看一看 这次是一场超级级年纪 这次是一场超级的 可以看出戴子颖在接球时 利用手腕的弹击所产生的爆发力 在较为被动时都能将球回到后场 而在女单选手比较薄弱的反手区 也能有如此的高质量 的确非常难得 总体而言 戴子颖很少依靠速度和力量取胜 也很少在持久战中和对手比拼体能 灵活飘逸的球风变换莫测的假动作 以及天马行空的球路 这些从小在野球场上磨练出的技术 让他总比其他球员多了一丝灵气 而在解决了移动问题之后 戴子颖的手上动作也越来越销魂 我们也相信在今后的比赛 戴子颖将会带来更多的惊喜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剑招拆招 我是有光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